好 第一个tips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租客你一定要验房东的身份 每年8月份的时候就学生朝回来的时候 或者新移民大批来多很多的时候 要他每提报纸都会刊登 某某租客因为对这边租房常识的不了解 租金被人骗了 而租金被人骗一般都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假房东 第二种是二房东 假房东它会以一种 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我开房时间一定要收拾你的信息 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们这边定金是在看房子跟签合同之后 你才交定金 所以任何人想你要定金才去看房子 肯定是假房东 千万不要 第二种是二房东 我这边没有说二房东不可以 而你可以成为二房东 因为很多人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生活压力 他会把自己的一间房间租给别人 没有什么不正确 但是你一定要信息公开化 你一定要跟你下任租客说你是二房东 你不是房东 那很多二房东它可能是最后两个月 或者一个月到期了 但他还握有钥匙 所以他会假装成自己是房东 向租客骗取大量的定金 像这边的新一名 或者是新留学生的话 来这边一般都要叫手一尾三 甚至半年的租金 所以很多二房东的话 他让租客进来看自己当作是房东 收取这么多租金以后就跑路了 这种事情是每年都会发生 租客如何验房东的身份呢 非常简单 你只要向房东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他的ID 不论是驾照也好 或者他护照也好 第二个就是他的地税单 地税单上面一般都会有房东的信息 所以你只要看他的ID地税单 是不是都符合合同上面的名字 符合的话就说明他是房东 有些人会说房东不愿意提供地税单 这个就说不过去了 房东可以向租客要租客所有的ID 信息 为什么租客不可以向房东验一下房东身份呢 所以我再次提醒 一定一定要向房东验证一下他的身份 我先说第二点 Tips 有时候出现房东不是说要重新找租客 或者是要卖房子的时候 他会带人进来看房子 你有这个权利向房东要求 让他给你24小时的notice 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财产感到 concern或者是自己的隐私 你不想让房东直接来敲门来进你这个房东 你是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向房东要求 他给你24小时的notice 好第三点法律上是我跟大家普及的是 在多伦多这边租房子 如果一年到期之后 如果你要续约 不需要再重新再签第二年的合约 因为安慎的租客法明确表明 你在租完一年之后 接下来的跟房东之间的合约 是自动跳成月租形式了 也就是month by month 那某一天如果你要搬走的话 你只要给房东60天的notice就可以 所以再三提醒 不需要跟房东再签一年的合约 因为如果你签一年的话 你就给自己又绑了一年 那如果你在六月以后 七月以后要搬走的话 就没有那么自由了 那如果是月租的话 你就只要给房东60天的notice就可以 但如果你选择续租的话 房东就有权利向你这个房子涨租 但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安省 安那略省的话 它是有rank control的 意思就是说 除非你这个房子是在2018年11月15号之后建成 如果是在那个日子之前的话 房东每年的涨租是有一定上限比例的 2022年6月底的时候 刚出了2023年涨租的上限是2.5% 那今年就是2022年的时候 涨租的上限是1.2% 也就是说 今年如果房东要向你涨租的话 最多只能涨 你现在有的租金的1.2% 好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tips 我想跟大家指出来的是 这也是最新的一个租客法 是2017年4月20号之后才颁发的一个法案是 当房东他要搬回到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时候 他房东必须得给你提供一个月的租金 或者帮你去找一个跟你现在住的房子 类似的一个房子 所以到时候如果租客您看到 房东如果给你发notice 说他要搬进来的时候 记得向他要一个月的租金的compensation 好这就是我这一期的所有的内容 我说的四点 最基本的法律程式可以帮助租客保护自己的权利 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金钱上的损失 第一点就是验房东的身份 第二点是向房东验20小时的notice 第三点是一年租期到期之后可以月租的形式继续 第四点是当房东要搬回到这个房子来以后 记得向房东要一个月的compensation 你学会了吗 如果在这期节目里面你学到什么知识的话 请给我点赞留言转发关注 whatever 支持我一下 我是多伦多的Evan 我们下期再见 Ciao